Hello,大家好,今日最热门的新闻是跨地的, 跨地是什麽呢? 就是国内已经有一系列的反贪腐宣传片 陆陆续续出来,香港新闻又见,国内又见, 跟着解读的文章, 与此同时,习近平讲到明要大力去整顿反贪腐, 跟着讲到纪律,国内一系列的会议又开了。 所以,大家开始关注现在最热点的新闻, 孙力军案,还有一系列的,一秋二冬。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就这个问题裡面的一些观察, 我才讲明我又没有内幕消息, 我又不知道究竟背后还有什麽, 只是透过公开的新闻裡面作一些观察, 再加过去发生了中外各种的现象, 加在一起来提一些关注点或者观察点而已。 第一点可以看到的就是, 如果官方不讲, 现在那些教育大家反贪腐, 那些片不出来, 大家想不想像得到案件的背后可以是那麽多的, 而且是慢慢成为了一种定期计例行公事的。 譬如好像孙力军说某位官员, 他差不多要去北京, 去到北京的时候就会是自动, 差不多成为惯例那样, 送他那些钱, 而那些钱是数以十万计, 或者百万计的, 那些什麽卡等等来讲。 用他自己的说话, 他照待如意的, 是没有什麽禁忌的。 单单看他自己讲的这一部份, 跟着官方揭发的, 他这一类逢盛的人, 跟着怎样升官、法财等等, 原报是他这一类的内容来的。 好了,跟着坊间, 大家看国内的网民, 跟着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所讲的东西, 是现实、真实裡面的百分之几呢? 是吧? 所谓百分之几, 就是说大家是倾向信的, 不会觉得这是斗争, 然后就是押顶帽给你, 大家不是这样去看问题的, 而是说我信, 现在官方所讲的是真的, 不过是大概多少呢? 是真实裡面的多少部份呢?等等。 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从国内的网民反映出来的, 当然有些网民就说, 你看看,今次中央是雷令风行去真正反贪, 这一点就重复以前, 同样是打老虎或者是中老虎或者大老虎, 之前的宣传一模一样的,是吧? 只不过是说, 跟着后组的工作又怎样呢? 这是第一个的反映。 第二个, 大家在国内或是在班场裡面开始问或观察, 一个问题就是, 是,孙力军这些他自己都认了, 还有他整个团伙, 包括地方的,各个地方裡面的人士, 是因为他而继续升上,这个是惯例来的, 或者是常见不要有惯例, 或者是有些参观官是那麽衰, 这个已经是第一个关注点之后, 但是现在国内很多朋友就开始引申第二个关注点了, 是什麽呢? 究竟这把火燒了出来之后, 是否就会停呢? 这把火又会否烧下烧下, 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烧下烧下,可能是烧一棵树, 慢慢慢慢成为附近的树, 一片小树林,一大片树林, 你怎知,但是无人知会否烧下去, 只能够作为观察。 按过去的一些观察, 有即刻停了, 现在专利军案裡面, 官方举了一大串的人名出来, 这些也是现在处理着的, 即是已经在烧其他的一些范围, 还会否扩散下去,不知道的。 还有这一个范围是影响到哪儿呢? 会否影响单单公安系统, 或者再宽些去到其他的司法系统呢? 甚至上是否单单在内地才好呢? 在海外的有没有受影响呢?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人有任何的讯息或证据或任何的暗示, 很可能过去也试过,烧完就没有了。 但是也有试过, 烧完之后还有些如火的, 例如令计划事件就是了。 令计划事件烧完之后, 当时的抗杀面不是很阔,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谁跟令计划那时又关係怎样怎样怎样, 他又有事了。 但是那个案件是另外处理的, 究竟他是因为计划了令计划, 于是分别發生了案件, 两件案件出来, 然后有人穿坐附会, 还是说真是背后有某种联系呢? 又没有人知道的。 总之第二个观察点, 就是他这个火究竟是会怎样慢慢烧下去, 跟着那个扩散面是去到哪个范围了。 如果你有控制的, 控制得是合乎官方议员的, 又不会烧到很大的。 你说会不会有些事情, 有人去设隔离带, 即是去救山火, 救山火的其中一个方法不是淋水的, 而是说这些火附近还有很多树, 立即斩了周围的树, 等它的火去到那裡, 就不可以再透过烧其他树烧下去了, 有它自己内部的圈裡面的火烧光, 有些树散光就无事了, 这是其中一个救火方法。 究竟是哪些呢? 所以第二个关注点, 就是究竟孙力军这个火是继续会怎样蔓延,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圈以外的, 国内外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是第二个观察点。 第三个观察是怎样呢? 大家知道火烧起来的时候, 只要是有一些助言的, 或者是被它立得着的, 那你就会继续蔓延下去了, 如果你不控制它。 究竟这个火是向下烧, 还是向上烧呢? 还是向下又向上呢? 还是下截了,有个隔离带了, 跟着一个圈来的, 去到上那里这个圈的隔离带在上面有的, 跟着又停了呢? 又不知道, 我只不过是第三点和第二点的区别, 就是火向下烧还是向上烧。 这个按过去的惯例, 惯例一般来讲都是向下烧的。 你看看孙力军案之前就有傅政华之后, 之前有个孟宏伟都是公安部的时任, 当时得令的副部长,是不是? 所以三位公安部的副部长先后出事了, 如果以孙力军作为一个点, 他这把火又向下烧,又向上烧,是吧? 究竟是因为先烧了上面那把火, 然后向下烧, 孙力军只不过是整把火向下烧的其中一个部份, 还是怎样呢? 还是下面引发了,然后向上烧呢? 我完全不知道的, 我只不过说这是中国官场裡面的其中一个观察点, 是没有结论, 以及以后的发展是怎样, 怎样影响着整个局面呢? 亦都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这一个是中国政治的不可预期性的其中一个, 常见的,一点都不会怪的, 变成这三点在今次的事件裡面, 大家值得关注的了。 好了,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习近平, 他近期不断讲要反贪等等的内容, 如果孤立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又是真的。 为什麽呢? 你说他长期是不是都要反贪, 或者是缩贪、昌廉,长期都是这样做的。 不过从这点裡面引发另外一点, 大家都是从观察角度的,就是怎样呢? 就是大规模的打有代表性的中高层人物, 但是多数都是在缓戒之前发生的。 在缓戒之后, 多数基本上, 我已经雷令封行, 我已经做好了,你看现在, 丰收成果了。是吧? 你看,这个是规律来的。 所以大家看看, 现在在二十大之前这一类打老虎的行动, 从十九大、十八大等等,十七大都有的。 所以看这个现象, 我既是支持他们继续依法全面, 不是选择性地反贪。是吧? 这点我完全拍手掌。好了, 接着为什麽在缓戒前, 多数会在这段时候出现的呢?是吧? 这一点很值得大家去继续观察, 是否希望呢? 完了,换了戒之后,都继续下去呢?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预期了, 又是没有人有什麽结果的。 好了,第二个, 是属于大家又是茶余饭后讲的而已。 好了,看到现在,打中老虎了, 大家发觉,咦? 打来打去,基本上是副部级或以下的。 正部级有没有呢?有。你说有些正部级未必是, 那个头衔是正部级, 但那个级别是正部级的,都有。 但是肯定未到一些正部级或副国级之类。 如果是到这一级的时候,大家又会想, 究竟他是因为政治问题呢? 贪污腐败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这个就是更详细,以后有事件出来再讲了。 只不过变了,在这个范畴裡面, 第二个观察点就是,咦?他这个街线似乎是副部级的, 孙力军、孟王伟、傅政华、地方一些干部, 其实都是副部级,副省长、当地的政协等等。 所以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又是没有纪论,以后大家观察了。 我只不过是透过这个中国官场裡面的积累下来的一些模式, 一些文化跟大家分享而已。 始终有一句说话,你依法全面,不是选择性地执法, 是将整个风气、整个制度做好的, 大家的拍手支持。 如果把它变成一种, 大家会觉得背后是否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动机的话, 这样的话,大家都会是冷处理的,所谓我看,没所谓, 大家影响不了,大家看。 你去揭发一些官员的时候,大家信的, 跟着大家就无得影响,大家心裡明白, 还有大家有不同的反应的,这个就是现实了。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孙力军案跟大家短短地分享一下内容。 好了,以后怎样呢?我都没办法讲, 只能够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